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活得更加坚强 她感眼泪拾起希望 期待那颗花花 为自己绽放 我要活得更加勇敢 不管命运要如何逆转 撑起家的钢丸 我为你报家 我要活得更加坚强 擦干眼泪拾起希望 期待那颗花火 为自己绽放 期待那颗花火 为自己绽放 妈 你今天找莎莎来 就是为了说去美国的事吗 当然不是了 我是让莎莎陪你去杭州出差 什么 去杭州出差 为什么我不知道 是这样的 本来呢 应该是王副总去的 可是王副总家里啊 临时有事情 我想来想去 只有你最合适啊 你等一下 王副总家里有事 为什么我不知道 他去找你 不是他来找我 我就是看他 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随口问了一下 既然他已经说出来了 我也不好 不答应他吧 问题是在于 王副总去杭州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签约而已 合约条款都写好了 你不用担心 再说呢 有莎莎陪你一起去 不会有问题的 你先看看 什么时候去啊 明天出发 董事长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周总 放心 放心 有你在我当然放心了 我们这次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不但可以切实地 照顾到弱使儿童 而且参与的赞助商 还有厂商 都可以获得减免税收的优惠 是一件令人利己的好事呢 谢谢 谢谢你们的爱心 喂 高丽海台愿意赞助了 那也就是说最后一个堂尾也设立完成了 嗯 太好了 那我来贴 我来贴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啊 我相信这次关怀弱使儿童的活动 肯定能赢得满汤才 会取得巨大的反响 好 黄芹啊 你为这次活动花了特别大的心力 来 给大家说几句 其实我没什么好说的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努力 我只想说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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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接下来才是这次活动的重头戏 我希望大家能够再加一把劲 把这个活动真正地做到圆满 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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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做了一些表格 大家看一下各自分配的任务吧 来 来 两位需要特别招待的贵宾 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代表啊 都不是 是我的私人朋友 不过跟这次活动有关系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我们解谱负责技术部分 我觉得技术方 资方 还有营销方 我们各占百分之三三的股份 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 你觉得呢 不行 我们营销方有很多看不见的开支 至少占百分之四十 资方和技术方各拿百分之三十 我认为这样才能是合理的分配 各三三合理 还是营销方的四十三十三十对呢 这两边都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项目 是这样 这运作过程当中呢 一定会出现很多公关的费用 如果缺了这一块 将来营运需要打通某些关节的时候 这笔钱谁出呢 所以必须先留下公关的份额 苹果 真是一个聪明的学生 我还是认为 各占百分之三十三比较公平 百分之四十 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如果你一定要占百分之四十的话 可能你要列出 你的开销的细节给我 做都没做呢 我怎么知道后面有很多开销呢 不好意思 周总 赵总 我有点想法 说 技术方 资方 营销方 各占百分之三十 保留百分之十作为公关费用 由赵总 您这里负责公关的方案 解补公司同意了之后 立即实行 不知道这个想法 而不是不是能接受 我可以接受 我也能接受 那我就把这一点加在合同里头了 好 没有问题 可以啊 搞定师父万岁 干嘛 赵总总 过来你也没个事吓死我了 什么事这么开心的 你倒挺悠闲的 上班时候就要玩手游 这不工作忙完了吗 放松放松 你给我来下办公室 赵总总 有什么事在这儿说行了 也没什么见不到人呢 我知道你很有才华 但是你的工作态度你得改一改 不然以后怎么领导这个部门呢 赵总总 等您升我为部门领导 我的态度一定会改 来来来来来来 为我们顺利进行干杯 干杯 吴总监啊 本来呢我以为两三天才能搞定的事情 为她半天就搞定了 我只是觉得赵总 跟我们周总的意见都很有道理 如果双方折中一下 也许可以满意呢 果然是女孩子比较欣喜 周总啊 我们两个人争扎了点红脖子出的 人家一下子就看着说一把 是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这次是替我们的王副总来谈这个合约 所以对一些细节 并不是特别地了解 刚刚我们有一些真挚 不要放在心上 加油 其实呢 我要求一点外开支呢 就是为了一点公关必要 但是呢我又讲不清楚 现在写的纸上写得清清楚楚 这样就好办事了 对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这样子合作长久嘛 对对对吧 来来来来来来 来吃菜吃菜吃菜 尽量吃啊 我请客 这个不算公关费用的啊 不好意思我打个电话 没关系没办法 请 你是我的福星啊 敬你呗 周总您别这么客气 能帮到你我真的很开心 好 我还别看我 你不 montrer 阿满 你不敢说 词 你不敢说 我自己我自己不敢说 我自己不敢说 你说我 ерх缩 我自己不敢说 我自己不敢说 你不敢说 我自己不敢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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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是认识他的 可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他是谁 我怎么会想不起来呢 你这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总想着这个光怀若是儿童的活动 才会这样的 这压力太大了 我真的认识他 我真的只是想不起来 行 你先别想了 免得又头疼了 这明天可是你的主场 你不能不在状态呀 我知道 这样 你先坐会儿 我下去给你热杯牛奶喝 喝完好睡好吗 早点啊 早点啊 昨天晚上我居然喝这么多 还能少生来照顾我 还能少生来照顾我 来 小心 欢迎 你好 欢迎 你好 欢迎 来 欢迎 欢迎 去玩吧 来 欢迎里面请 欢迎光临 欢迎里面请 来 欢迎里面请 我们里面准备了很多东西的 来 准备了 来 准备了 这么开心啊 来 来 这个 上面坐吧 好 妈妈 妈妈 小芝 等等 妈 你在工作快找她 走走走 坐走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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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不准乱动 真的没有 来了 快坐吧 喂 哥 你到哪儿了 我还在路上 可能来不及 你先帮我顶一下好吗 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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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 请问一下 您有没有见到703的 周凯文先生 他全结了 谢谢 莎莎啊 什么事啊 董事长 周总一早人就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他跑去哪儿了 什么 各位嘉宾 各位小朋友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 由真善美出版社举办的 关怀弱势儿童嘉年华会 接下来就由真善美出版社的社长 为大家讲话 社长 大家好 我是真善美出版社的社长 也是 这次嘉年华会的主办人 本来啊 我呢只是想办一场商业性质的嘉年华 替我们出版社打的广告 增加一点销售量 可想不到经过设立同事啊 用心策划 竟然变成慈善活动 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这就要感谢 策划这次活动的汪晴女士 大家给她掌声鼓励 慈善嘉年华 更有社会意义 以后呢 可以继续举行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的这个公司 企业发挥爱心 共襄胜举 好 接下来呢 我想请协办单位 立干进公司的颖总 给大家说几句话 大家好 我是尹建平 感谢主办方 《真善美杂志社》 还有策划这次活动的 汪晴女士 给我们立干剑影 这样的一个机会 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当中来 尽一些绵薄之力 俗话说得好 取之意于社会 回馈于社会 对立干剑影来讲 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谢谢 姑妈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吗 姑妈 这事说来话长 等活动结束了 我再慢慢跟您说 好吗 您先坐 接下来 有请这次活动的 另一个协办单位 青青农场的负责人 上台讲话 可是这个协办 secretly 早上又 Pale Still 打电视听 它本结束 这次我要先怕 portraits 看 我们这次救出 看 traz而是 总算来了 赶紧上去啊 ρώ 谢谢 大家好 群蜓农场的负责人李广胜先生 今天有事不能来 让我特地为他出席这次活动 我叫周凯 群蜓农场一直致力于公立活动 这次汪琪女士为了关爱弱势群体 特地办了这个嘉年华活动 我们群蜓农场又怎么可能缺席呢 小致 刀刀 开门 你要干吗 哥 开门 哥 孟琪 你怎么样 小致 孟琪 小致 豆豆 你们没事吧 没事吧 孟琪 你没事吧 我记起小致和豆豆了 真的吗 妈妈 妈妈终于提醒我们了 真的吗 妈妈终于提醒我们了 哥 孟琪 你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知道吗 知道吗 忘了记醒你们了 知道吗 知道 知道吗 知道吗 看清楚了 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你算哪颗聪明 唐唐的总裁也不怕人笑 把杰普的脸都丢尽了 哥 你怎么脸色这么差呀 没事吧 哥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要不要 送他去医院 老姐 你搞什么鬼呀 帐篷都倒了 赶快过来处理 什么 汪晴认出 豆豆和小致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老婆子 快出来快出来 别做饭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个 他们说了 咱们到外边去吃去 不行不行 我知道豆豆和小致啊 放假回家 早早就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让他们都回家来吃 你妈说了 她准备了好多菜 让你们回来一块儿吃 贝贝也过来 让贝贝他们也过来 她跟立方约了 她们要出去吃 他们有事过不来 还能 歇歇歇 你赶紧去吧 好好好 准备去 快点回来 等着你们 周先生的肝指数超标 有肝病的人 酒精代谢功能很差 所以千万不能喝酒 那 立方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现在多注意休息 不能太操劳 打完点滴以后 就可以回家了 不过要定期复诊 我知道了 我会盯着她的 谢谢医生 都听到了 你是不能过度劳累的人 居然一大早 从杭州开车到苏厂 都是为了那个女人 董事长 周总 周总怎么样了 就是太累了 多休息就好了 这也难怪 昨天晚上跟赵总应酬 今天大早又赶路 你替我好好看着她 别让她太劳累了 我知道 董事长 您一定也累了 不如您回去休息 这里交给我 也好 家伟 送我回去吧 哥 我先走了 周总 你现在还好吗 我没事 是董事长太紧张了 您千万别怪董事长 是我妈听见保姆说 然后赶紧给我打电话的 到底是什么事这么急 不跟我说一声就先走了 这是我的失事 对不起 妈妈 我是谁 你是豆豆 那我是谁 你是小智 你们两个都问了我几十遍了 还要再问吗 当然 我明白妈妈又忘记了呀 妈妈以后再也不会忘记你们了 在写什么呢 妈妈说好 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忘记我们了 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跟你们分开了 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好吗 好 放心吧 什么人也不能把我们一家人给分开 妈妈 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我们好久没去妈妈家一晚了 不行 礼拜天晚上你们要回学校 爸爸 那时候你说妈妈不记得我们 让我们去念寄宿学校 现在妈妈记起我们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原来的学校了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原来的学校了呢 那个学校很好啊 学校好 老师也好 而且还是双语的 为什么要回以前的学校啊 我住在学校里 每天见不到爸爸妈妈 以前的学校可以天天回家 小致 小致 豆豆 你们现在的学校可以学习到很多 过去学不到的东西啊 好 妈妈 让我们回原来的学校好不好 我们保证每天一定好好读书 好好做功课 不闯祸 那 你们两个呢 在学校里面好好读书 妈妈答应你们 一到假期的时候 就回去接你们 然后我们住在一起 好不好 好 拉勾勾 好 来勾勾 拉勾勾勾 一百年五十遍 好了好了 你们别缠着妈妈了 开饭了开饭了 来吧 我不吃了 嘉年华还没结束 我得回去呢 这饭菜多好了 多少吃点吧 就是啊 吃了饭再走吧 我是总策划 半途给扔到那儿不合适的 吃个饭 要不了多少时间 行了 妈 就让她走吧 工作重要 去吧 还是应该以工作为主 嗯 那我走了 我们去送妈妈 嗯 好 哥 没事吧 哥 是 嘉年华会有什么好趣的 看看你 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今天有什么嘉年华会吗 收起你的好奇心 我先回房间了 别理他 我先回去了 董事长 那我就先回去了 如果您还有事的话 再通知我 嗯 姑妈 我哥他也没事 那我也先回去了 一会儿再收拾你 我们也在那儿 我怜悲了 老师 她们学乖 给你学习了 看一 rapp 必须 你学习了 对 你儿 你学习了 我 你学习了 我集团天了 我给你好好按摩一下 去去三气啊 这样就舒服多了 奇怪 周总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干嘛刨根问底的 自讨没去 活动募款 已经超过了一期目标 已经有五十多万年了 我们将成立一个账户 专款专用 好 那就这样吧 嗯 好 喂 喂 王晋 你还好吗 我很好 活动也很顺利地结束了 你怎么了 听起来声音好像有点虚弱啊 我没事 就是有点累 那你好好休息吧 王晋 对不起 我 我受不了了 别再惩罚我了好吗 夜长梦多 你还记不记得 你对我的承诺 你们两个疯了 客人 罗男 retirement 胡总监 合同签好了吗 我忘了了 你给你想要一次 我自己的变化了 你还要部分划风 不想让老板 参加这个捐助嘉年华的会 母子俩为这个事 都闹了一阵子不愉快了 这个事 公司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跟老板那么近 不晓得 我每天都在忙 大数据的事 哪有空听这些啊 王副总 想不到你也挺八卦的 那我就不打扰护总监了 好 真善美出版社主办 立竿见影精心农场携办 你怎么了 脸色不太好啊 我终于知道 周凯文喜欢的人是谁了 谁啊 你一定想不到 而且这些人你也认识 汪琴 汪琴 尹介平那个汪琴啊 怎么会是她啊 你没有搞错吧 千真万确 我上网查了资料 周凯文她特别赶回来 参加的嘉年华会 就是汪琴主办的 我的天哪 老天爷还真是会捉弄人 你为了不和那个汪琴 这个没完没了才躲开 没想到绕了一圈 你还是跟汪琴碰在了一起 只不过男主角 换成了周凯文而已 我姐当初没告诉你 汪琴的前男友就是周凯文吗 没有啊 她只是提过 汪琴离婚后和前男友重逢 还脚踏两只船呢 没想到汪琴的前男友 竟然是周凯文 我当时就应该追问下去的 算了 这也不能怪你 我想当时在我姐的心中 汪琴的前男友是谁 根本不重要吧 真不知道周凯文是怎么想的 凭你的条件 竟然比不过离了婚 还带着两个小孩的汪琴吗 先是我姐 现在是我 你说这汪琴是不是天生下来 就是要克我们姐妹的 反正这梁子啊 我是姐定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我不像我姐这么好欺负 反正我一定要打败汪琴 把周凯文抢到我身边来 连我姐的仇一起抱 好 全力支持你 不过 这场仗口不好打呀 毕竟周凯文和汪琴 有这么多年的感情基础 我还有一个杀手锏 周凯文他妈对我印象不错 我要好好利用这层关系 把周凯文抢到我身边 不死谁手 还不知道 没得惩罚我了好吗 夜长梦多了 你还记不记得 你对我的承诺吗 这看你房间灯还没灭 我想你肯定没睡觉 这想照你聊聊方便吗 来 想跟我聊什么呀 就是为了你这母子团聚 感到高兴 这你用心举办了这次 关怀弱势儿童的公益活动 这没想到呢 无心插流柳成音 却促使了你记忆的恢复 这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 好人就一定会有好报 我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有这么戏剧性的发展 活动圆满落幕了 我们母子三人 也终得相认 老天爷真的对我不保 好 那你还烦什么呀 没有啊 别骗我了 这一回来就一声不吭的 我可不是近视眼 凯文 跟我道歉 不 那真是好事啊 那你还烦什么呀 这从美睫事件之后 这凯文就一直想找机会 弥补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就原谅她呗 我早就原谅她了 我 是害怕面对接下来的事情 她提出结婚了 你是因为小致和逗逗 我倒觉得呀 周凯文不是个小男人 这爱屋极乌 她不会容不下这俩孩子的 我知道她有这个心胸 所以问题不在她 是我 我虽然想起了小致和逗逗 但是很多事情 还是没有想起来 我不想 这么草率地 再次改变我的命运 更何况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家人的事情 你是担心 这俩孩子不肯接纳周凯文 他们毕竟有自己的爸爸 那也得试试呀 得试着让俩孩子 喜欢上周凯文 你也别担心 我相信周凯文啊 有这样的本事 小璐啊 去叫凯文一起来吃早餐 周凯文出去运动了 运动 才出院就去运动 医生交代的话都忘了 您别担心 周凯文一定是觉得可以 才敢出去运动 这孩子 周凯文 凯文 来来来 看看你 你看看你穿得那么单薄 照亮了怎么办啊 把医生的话当耳旁风了 我没事啊 昨天只不过是个意外 医生跟我讲要多运动 体质才会好了 你可以打电话问他 好好好 只要你高兴就行 来 吃早餐吧 都是你爱吃的东西呢 我不吃了 我要去开会 没时间 吃个早餐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啊 不吃早餐 哪有体力做事情啊 来坐下 都是你爱吃的 吃吧 别那么操心啊 我又不是小孩 饿了自己会吃的 妈都是为你好嘛 为我好 你少唠叨几句 比什么都好 我唠叨了怎么了 我就是这么唠唠叨叨 把你拉扯大的 谢谢你把我拉扯大了 要你别忘了 我现在已经成年了 你也该停手了吧 就讨厌像这木屋一样被人操控 你听听你自己都在说些什么呀 我不过就是叫你吃个早餐 有那么严重吗 我有说什么吗 我没说什么 你 你这不是存心过我过不去吗 如果你觉得我在这儿讨厌的话 我可以搬出去住 我明白了 你说我唠叨是借口 你就是为了那个女人 你别老是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好不好 人家汪靖是有名字的 她是周凯文未来的太太 你要娶她 你别忘了 那天嘉年华会上 他们一下子可是抱在一起的 那又怎么样 还说明她是个好太太 更值得珍惜 凯文 我为了你费尽心思 你就这么回报我 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 你应该尊重我爱的人 站住 你快站住 怎么了 别走 你过来 一起吃早餐 喂 请问哪位 小薛 我是汪晴 是这样的 游园会那天 张娜和她的女儿都没有来 我有点担心 想问问你 她们最近怎么样啊 有没有时间 要过去看一下吗 不好意思 我现在手上有件急事 走不开啊 没关系 那我自己过去吧 大姐 好 麻烦你问一下 张娜她们一家人呢 我不知道 她们没说 谢谢 不客气 董事长 您找我 佳文呢 怎么打电话 一个都不接啊 我不知道啊 我也没看见她 董事长 您有什么事 吩咐我就好了 真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周总她惹您生气了吗 你说现在这孩子是怎么了 违背父母的意愿 还理直气壮 当初像我们这一代人 父母说一不二 叫我们往东不敢忘西 我相信董事长 您不管做什么 肯定都是为周总好 其实相较其他同龄人来说 周总她很孝顺的 她常常在我面前提到您 说您为她擦了很多心 她其实很感激的 所以如果周总有惹您生气的地方 她肯定是无心的 您别跟她计较了 她真的这么说过吗 真的 她真的这么说过 不管是不是真的 都要谢谢你 莎莎 有件事情 我想拜托你 董事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 有什么事情 您就吩咐我 我一定会尽力去做的 本来呢我是不想说的 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想请你 当我的眼睛 密切注意凯文和汪晴的发展 汪晴 她是谁啊 怎么这么值得董事长的注意 她是凯文的旧情人 离过婚 又生过孩子 可是凯文呢 对她念念不忘的 甚至为了她 跟我起了好几次冲突 你听好了 这件事情 务必一定要保密 绝对不可以让凯文知道 是我让你去监视她的 否则 她一定会给我翻脸的 您放心 我不会向周总削漏半个字的 我就不明白了 姑妈为什么总是排斥汪晴姐呀 因为这件事 表哥不知道跟她闹掰多少回了 可能你姑妈要的是门单户对 汪晴没什么家庭背景 又结过婚生过孩子 她看不上她呗 和她的理想差距太大了呗 这都是偏见 离过婚生过孩子怎么了 要是两个人相爱 何必在乎那些有的没的 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你看年轻 大人的世界你不懂 打住 你别说这种话啊 谁小了 你也比我大不了多少 这说你小好像还挺伤你啊 这谁要说我小 我美的不要不要的懒 本来就是呀 像我这种年纪 早都结婚有孩子了 你以为结婚生孩子是件容易的事 谁呀呢 一天打了十几个电话 真烦 谁的电话怎么不接啊 还能有谁 我姑妈呀 我用这根小指头想 我就知道她要说什么 还不如不接 落个耳根亲近 你 方小姐 这边有人找你 请问你是 你不认识我 我们认识吗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啊 我是看 上次你们举办的那个嘉年华会很有意义 我想参与 太好了 我们做这样的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大动的支持和认可 好 这上面有专门的汇款账户 你可以坐下慢慢看一下 我先代表这些弱势儿童 谢谢你 另外我们接下来还会做一些系列的活动 也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一定的 那如果我想当义工的话 需要什么资格吗 你要当义工 义工不需要什么资格 只要有自己的意愿就行了 这里是志愿者的申请表 你可以填一下 对了 还没问您怎么称呼啊 这边还带在墙下 映着浑寒的灯光 微笑停留在眼眶 回忆如今做新房 情绪慢慢滋涨 眼泪越灌越疼 一段故事被迷惑 谁似得她的模样 爱情总把人掏消 伤口中多在承扎 学会该放就放 没必要逞强 一个人一段伤 我对的爱被你围成了一座城墙 不休息更待 不休息更待 孤独的在城外来回游荡 两个人的时光 只剩下我一个人一段伤 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变成 那些心酸的味道 不知你是否能想象 两个人一段伤 两个人一段伤 我给的爱被你围成了一座城墙 不休息更待 不休息更待 孤独的在城外来回游荡 两个人一段伤 两个人的时光 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变成 那些心酸的味道 那些心酸的味道 不知你是否也一样